好 从这个制高点的画面来看 可以看到这个积水非常非常严重 尤其是在早上八点左右的时候呢 正是交通非常的繁忙 再加上因为这个积水超过了半个轮胎高 刚刚早早的时候呢 甚至有这个汽车抛锚就停在这个路中央 导致后方呢 严重的大塞车 而今天上午呢 受到旺盛对流的影响 南部地区发生强降雨 刚刚看到九炉闸道口这边呢 十三名区 它24小时的雨量呢 已经达到了135毫米 可说是非常的高 另外呢 在高速公路另外一端的 这个中正交流道这边的林亚区呢 时雨量呢 也到达了24小时 110毫米以上哦 所以呢 这场雨呢 非常的大 而且呢 又很快哦 造成了高雄市许多的市区道路呢 都严重的滴水 这间早上呢 很多市民要上班的时候呢 真的是如同路上行舟非常的痛苦哦 那么这是我们来自高雄的资讯 再把时间交换给棚内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